同樣是破壞環境 高雄鳳山有一家連鎖宵夜店 PO文抱怨說 有學生竟然在牆壁上塗鴉 那就算了 竟然還肆無忌憚的 在牆上掛上攝影作品上 亂畫還寫下不雅字眼 破壞店家的美觀 這樣的畫面曝光之後 引發撻伐 事後店家老闆也已經提告了 那麼警方更呼籲顧客用餐時 不要破壞店家的物品 以免觸犯毀損罪 三名男同學來到店內用餐 坐在一起有說有笑一邊打鬧 但沒想到這鬧著鬧著 竟然拿筆朝牆壁開始亂畫 畫圈圈圈圈 你畫我也要畫 結果牆壁畫不夠 男同學腦筋凍到掛在上面的 攝影作品 誇張的是這回不塗鴉 而是寫下不雅字眼 髒話大大一個字就寫在照片中間 精心複製卻被搞破壞 這一幕被店家看見 簡直氣炸 就覺得怎麼會有人 沒水準到這樣 就牆壁給你們都給你們畫了 為什麼要動到作品上 地點就在鳳山 一家連鎖宵夜餐館 原來當初因為疫情 店家擺放隔板 久而久之卻被當成留言板 仔細看有真男友的 也有留電話 個人臉書的 而老闆原先也不以為意 沒想到這個人作品 竟然也會被惡搞 這幾年才第一次遇到 這真的很倒楣 就呼籲一下 不要幹這種沒水準的事 每個東西都是店家的心血收藏 聽在其他店家 而你也敢投身受 當事店家還一度氣到 PO網要把人給找出來 消息一出 不少網友也跟著氣到踏伐 覺得惡劣 家庭教育失敗 到了極點 更支持提告 本案經聯繫PO文者 以協助其報案提告毀損 畢竟店家給客人方便 卻被當隨便 這回遭惡作劇 老闆之後 也可能把心愛的 攝影作品收起來 避免又遭到破壞 這期末期末對面告訴我